三 二 一 请启动 一 六 八 随着接运绿线工程陆续推进 要凭2026年通车到一文特区 陶渭市政府从即日起征求 沿线15个车展命名 活动分真名跟票选两个阶段 都有抽奖机会 有iPhone手机 日本北海道套票 Switch Airpods Pro等超过上百件奖品 等你带回家 康山镇市长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 让市民感受到 桃园捷运市属于大家的 第一个阶段 14天 从今天开始两个礼拜 请大家发挥创意 每一个车站都可以去想一个 具有地方特色 历史意义的名字来命名 每天可以投票一次 那么14天以后 我们把这个15个车站的命名的 可能对象收集好以后 我们在6月份 会有另外14天 办理iVoting 也就是网络投票 把这些真道的名字 开放让网络各界来投票 那么最后呢 我们有个评选委员会会来定案 我们越来越接近通车 方便的时候 所以捷运是大家的 希望我们这15个车站的名称 大家发挥创意 一起来贡献 街工局长表示 车站命名必须在7个字以内 而且要展现 地方特色 地标或历史意义 也不能有不雅的名称 最终会由评审小组 进行审议 只要有身份证或护照号码就能参加 但桃园市民卡有加成积分 欢迎全台民众一起共襄盛举 这个活动呢 是全国的所有的市民 国民通通可以来参加 只要有身份证字号 或者是护照号码都可以 那因为这个是有抽奖活动 所以是要实名的 那每个人一天可以投票一次 那但是这个投票完以后 不是说以票市最多的为 这个一定当然的命名 是因为有些名称不雅 或者是说跟当地的习俗或者地点 希望能够要彰显出来 而是比较会让民众有模糊 或者是有误解的地方的 这个呢 我们最后会让这个命名委员会 来做最后的决定 捷运绿县自107年开工后 工程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市府也订定计划目标 要在115年通车到一文特区 117年到达景福沟 要力拼119年全线通车 让桃园交通路网更加完善通畅 我们绿县的通车的骑程 我们在115年会通车 从一文特区到坑口站 这北部的北段的七站 那115年通车完以后 我们会努力117年的通车 通车到景福公 那再来的部分 包括桃园火车站 一直到巴德扩大重化区 G01这一段主线 会在119年全线通车 捷运绿县车站命名活动 第一阶段车站争名 从3月11号起有14天 6月会进行第二阶段占名票选iVoting 预计8月或9月公布结果 两个阶段都有抽奖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帮桃园的 捷运车站取个好名字 记者在维一桃园报道